方解沉默了太久 以至于在地久山海很多人对于方解都有了外强中干的理解 可如今这些念头全部崩溃 方解以行动告诉所有人 他们依旧还是当年的霸主 而一代老祖的出现 不管是分身也好 或者是东圣星的魂 都足以让所有人全部震撼 哪怕方解除了一代老祖外只有两个道境 可一代老祖的存在就是最强的震慑 季节都无法将方解覆灭 其他宗门家族又有什么资格与方解平起平坐呢 地久山海全部轰动 那些各宗家族的道境老祖也都沉默中带着谨慎 带着强烈的忌惮 默默的看着东圣星 看着方家 一代老祖斩杀道境 这种威慑让他们都倒吸口气 如此方家 地久山海当之无愧的霸主啊 这一战 方家的杀手锏都露出 原本已是被所有人都看到 本该没有了神秘 可偏偏偏这露出的杀手锏太让人震撼了 这些道境老者沉默中一一暗叹 回到了各自的宗门家族内 这一场方家的巨变到了这里结束了 这一战方家无疑是最大的获利者 斩断了季家伸出的獠牙 让季家付出了一个道境 三个准道 同时完美的解决了方家内叛变家族的问题 经过这一次鲜血的习礼与考验后 方家将更为凝聚 且除了一代老祖还存在外 方家也不缺后继之人 一个孟浩本就惊艳绝伦 让地久山海都记住 可除孟浩外还有方卫 那临死都要守卫家族的青年 一样被很多人记住 他们二人更是让那些宗门家族 都羡慕赞叹 一个方浩就压制了所有同辈 他的路将会走得更远 而方卫那里虽然弱了孟浩很多 但却足以守护家族 一个在外征战 一个在内守卫 这二人可让方家更辉煌啊 难怪季家要对方家出手 这方家怕是用不了太久 便有了去与季主再征天的气势 毕竟那是方家呀 当年与季家一样都是强大的战族 季家因果 方家轮回 这两大家族当年掀起地久山海 无尽的腥风血雨啊 方家之战结束了 可很快的地久山海各宗家族都立刻出动 由各自的老祖亲自带着家族的天骄 准备前去东圣星为一代老祖的出现 送出贺礼 东圣星上随着季家的离去 一切恢复如常 只是地面叛族的鲜血散出的血腥依旧很浓 那些复活的族人很是复杂 在大长老的指挥下纷纷清醒起来 方卫沉默 茫然的看着四周 内心苦涩中低下了头 一代老祖走了 在族人恭敬的一拜中重新地踏入祖地的裂缝内 临走前 他似随意地看了孟浩一眼 这才迈步消失无影 这一眼看去时孟浩忽然身体一震 他的脑海里传来了一代老祖的声音 你的身上有离主传承的痕迹 离主传承却与东盛有关 可不在东盛兴 而是东盛兴的修饰获得 至于 济乱方家 与此传承有关 此为引济出洞 济谋罢了 此传承 如今 还不是开启之时 若与你有缘 终会为你打开 一念星辰变 此法若无血脉分身 不可修到最后一步 涅槃果 善用 四枚涅槃 方家族人四生 你全部融合时 不存实现时 可开古境道门 你我有缘 血脉为严 古境以道果开启 而你若以涅槃果开启 则成就前所未有 轰动九大山海 声音沧桑 缓缓回荡在梦浩的耳边 随着话语的消散 梦浩身体震动 抬头 看向一代老祖时 只能看到一代老祖的背影 消失在了裂缝内 梦浩沉默 双眼露出一缕精芒 一代老祖的声音在他心神内浮现 梦浩渐渐明雾 他之前看到的方家巨变这一幕幕后 也在疑惑涅槃果的作用 在这场家族的变动中 能起到几成效果呢 若方赫山那里忍了下来 岂不是没有了这次变动 此刻已然明白 除了涅槃果外 离主传承的消息 才是家族计划的重点 也是让季节动手的原因所在 一念星辰变 此道法修炼到了极致后 可以化身星辰 梦浩左墓内的星辰石闪耀 更让他心动的 是一代老祖话语里所说的 古境已不远 一代老祖两枚涅槃果 我自身也有两枚 为方家的血脉 可以让人涅槃四次 活出四生 四枚涅槃果 我可以全部融合 且不再有时间的限制时 就是我踏入古境的一刻 梦浩双眼内露出精芒 一代老祖斩杀道境的 这一幕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将一片鲜虚化作我的世界 让你从祖地内走出 陪着我 征战苍穹 梦浩的心底向着冰勇承诺 这是他的保证 一如他当年在碎仙桥上 打远寒山的事情 他不会忘记 当冰勇踏入裂缝后 祖地的缝隙渐減愈合 直至完全消失 方家的天恢复如常 只是大地似有了枯败之感 无数草木渐渐出现枯萎的迹象 甚至就连灵气也都减少了很多 似乎这一次的家族巨变 看似没有损失太多 可实际上 除了那些叛变的族人外 整个星辰都虚弱了 孟浩若有所思 他隐隐觉得 东圣星的虚弱 应该是与一代老祖的苏行有关 这种强悍的具备了仙旗盘 能让既主都忌惮的存在 显然不可能轻易苏醒一次的 此刻已是黄昏 远处的夕阳余灰洒落在大地上 那些被复活的族人 在茫然中想起了之前的一幕幕 看着四周少去的身影 足乱解决的喜悦并没有出现 相反的 一股沉重的叹息 在每个人的心底都在浮现 寻常的族人如此 方位更是这样 就连天空上的方首道 方延须 以及方丹云三人也都沉默 结束了 方首道看着方家的族人轻声开口 他的声音低沉 带着沧桑 回荡家族时 让所有的族人都抬起头 看向天空 凡人身躯有恶极之祸 此祸若不中置 必定灭生 而一族之家 一样有恶极之祸 昨日 我方家有恶极 藏得很深 一旦爆发 必定祸极全足 今天此恶极被挖去 我方家虽悲 有痛 但一样 也是心生 明天 就是我方家的心生之日 让地久山海所有修士 都想起曾经 辉煌之时 老夫不再闭关 将亲自担任代族长 让我方家 辉煌无尽 方首道声音传出时 大地上的方家族人 一个个墓中 似点燃了火焰 似乎在方首道的声音里 蕴含了某种奇异的力量 这力量可以让每一个方家族人 都出现了重振家族的决心 方魏沉默 孤独地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 他的四周没有任何的朋友 他的父亲 祖父 他的一脉族人 已经近乎全部死亡 只有他被重新复活了 苦涩中方言须 在半空看向方魏 内心一叹 右手抬起 向着方魏一指 立刻方魏身体振动 不由自主地飞起 在所有族人的眼中 他飞向了方言须的身前 孟昊也看到了这一幕 至于他除袋内 方魏的尸体早已消散了 你还愿守卫方家吗 方言须平静地说道 方魏身体颤抖 沉默片刻 低头看向方家的族人 也看到了孟昊 最后收回目光 望着方言须抱拳 深深一拜 守卫家族 是我 一生之愿 这一刻 方家的族人都望着方魏 纷纷沉默 方魏之前临死前的声音 那悲壮的一幕 让所有族人都深刻地记住 方言须望着方魏的双眼 似要看到方魏的心中 半晌后 他脸上露出微笑 从今天开始 你跟随我 未来的方家 你要如你的名字一样 守卫家族 你不会是家族的利剑 可你会成为家族的盾牌 方魏身体颤抖 向着方言须跪摆下来 眼中流下了泪水 方言须轻叹 向着方守道移抱拳 挥手间带着方魏离去 二人化作长虹 离开了方家 去了耀仙宗 方丹云与方守道二人 望着远去的方言须以及方魏 内心暗淡 方言须就是这一代方家的盾牌 也是影子 而方守道则是家族的利剑 光辉无尽 至高无上 任何一代 在一个光辉万丈的胶阳身后 都会有一个影子 这个影子会去帮助那光辉的胶阳 去做很多他无法做的事情 去承受太多他不可能碰触的事情 他不会成为被人注意的剑 而是会成为让人忽视的盾 甘愿从此之后默默无闻 甘愿从此之后与光明远离 失去所有地位 失去所有辉煌 成为影子 成为家族的盾牌 这一代方言须选择了方卫 成为他未来的接替者 这些道路寻常族人不懂 可孟浩却身体震动 他能看明白这一切 神色复杂 他望着远去的方卫脑海里 似又在回荡 还是孩童的方卫 那句稚嫩中带着坚决的话语 我的名字是方卫 我要强者 因为我要一辈子守卫我的家族 第七组 第五组 还有第三组 这三位古境强者 也都看着远去的方言须 以及方卫 他们的神色里渐渐明悟 这才是方家能持续辉煌的规则所在 任何一代都是一个在明 一个在暗 一个是剑 一个是盾 一个辉煌 一个如影 孟浩忽然明白了 为何一代老祖作画 可他的分身却化作了星辰 守护家族 因为一代老祖的本尊是家族的剑 而他的分身则是家族的盾 哪怕本尊死亡 可他的分身依旧还会守卫家族直至永恒 方家 孟浩南南 对于这个家族 他隐隐的有了与平日里不一样的认同 方丹云向着方首道一拜 在半空中微笑的看了孟浩一眼 那笑容里有鼓励 有赞赏 更有期待 似乎他在期待 孟浩这里绽放出与方卫不一样的辉煌 带着笑容 方丹云远去了 回到了属于他的单道一脉 他的寿缘已不多 哪怕以独角先分散 也依旧很难坚持太久 可他无悔 他要在生命的尽头 将家族的单道重新崛起 成为盾牌的药仙宗 尽管很多都是家族刻意造成的 但有一点是真实的 家族内的三枚单药 的的确确只有药仙宗能炼制其中两枚 而单道一脉 却做不到 大地的族人也都带着崛起家族的执着 修整祖宅坍塌的区域 清理地面的鲜血 用不了多久 或许第二天清晨时 方家就会让所有人看到与往日里的不同 方首道看着远去的方延须与方丹云 转头时迈步走向远处 第七族等人跟随在方首道的身后 眼看就要离去 孟昊眨了眨眼 咳嗽了一声 声音不大 可却能传入半空 落在方首道几人耳边 可方首道却仿佛没有听到 脚步加快 孟昊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一次虽然季节来临 与离主传承有关 就算没有孟昊的事情 怕是也会动乱 可孟昊觉得自己毕竟是这计划的一部分 虽然被家族利用 他不介意 可他介意的事不能白白用了 这要给我钱 这种事情 我做了这么大的牺牲 好几次都吓得不得了 受到了严重的心灵创伤 无论如何 要给我一个说法 孟昊很委屈 眼看方首道走得挺远了 孟昊连忙 高声开口 几位老祖留步 他话语一出 方首道面色微变 袖子一挥 身影模糊 居然要挪移而去 孟昊急了 老祖留步 你别跑 老家伙 你给我站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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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